也讲一讲,最近非常火的刀狼,说是沉寂了十年,然后又杀了回来,杀了回来干什么?君子报仇,十年不晚,大家海里要命晚上,在网上,这个海里要命,纷纷蹭热度。 很多人拍索身快,说干得好,把以前打压过他的这些人都给整了一顿,对我来讲,怎么说呢?我就认为这种行为不是什么好行为,如果真的,他是刀狼用这首歌来回来,骂这些人的,是机翼也好,是怎么样,你这个太难听了。 作为直播只能说你,是一个小人,小人就是这样,回来报仇,报私仇,要么想起另外一个人,也是一个大家,谁啊,郭德纲,郭老师,这种行为,报私仇的行为和郭老师没有什么区别,郭德纲就是,以前因为是有人对他打压也好,是什么也好,后来回来之后,找尽一切机会,可乘之机, 在台上也好,台下也好,把所有这些人都数了一顿,报复一顿,讽刺带挖苦,连明着骂,暗着骂,然后就是说,数了一顿,所以说呢,这种行为,我只能说是小人行为,这个,从面前里带出来啊, 你看这个郭老师一上台啊,在台上,这个综艺节目啊,他那个,从眼神啊,你看他那牙眼,滴啰啰乱转啊,闪烁不定啊,从这个,从眼就可以看出来啊,这个,这个人的内心啊,这个,你永远不会错,嗯,给你们显背一下啊,哎,我有刀狼啊,我是刀狼,比较喜欢他的歌啊,当时这个,2000几年啊, 我这是美丽国买的,也许是正版啊,也许是盗版啊,差不多十美道了,应该是啊,刀狼,还有一张,还有其他,我就是下载过,还有这个,我要不是这个正版,还是这个盗版啊,还有这个,还有这个,这上当啊,我这个,刚发现,我2000几年买的,我刚发现,前去年刚发现,这个,刀狼啊,没细看,这有啥字,西域刀狼, 嗓音学的挺像啊,西域刀狼,这个,这哥们已经被整下去了啊,因为这个,官司输了啊,说他盗用刀狼,但是啊,这个,个人认为啊,这个,假刀狼啊,这个,从演唱啊,到这个,他的歌曲的编配啊,要比这个真刀狼啊,在当时啊,要强一些啊,有功夫,再聊聊这个啊,所以说呢,说到哪里啊,所以说呢,网上的很多 解读啊,就是说这个,这个,这个,刀狼啊,回来啊,这个,君子报仇,十年不完啊,这个,骂了痛快啊,对我来讲,其实呢,就是一种小人行为啊,就是谢斯芬,如果是啊,真的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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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罗刹海事啊,来一个,来这个,习,回来攻击这些人啊,咱反过来讲啊,反过来讲啊,有人说了啊,你不管怎么样啊, 啊,刀狼的,刀狼的,这个,小眼高,大伙都喜欢,就是好音乐啊,这个,这个,流行的东西啊,大伙儿,流行度高,并不代表,这个,歌的,本身,音乐的,本身的质量啊,要高啊,流行的不见得是,这个,音乐质量要高啊,因为这个,现在这个,音乐做的都是,编配也好,演唱啊,还有制作啊,它是这个,所有的一起来看啊,一起来看啊, 就是,大伙儿唱多的啊,就是好,就是好作品啊,所以说呢,当时这个,还有一个问题啊,就是同行是冤家,对吧,同行是冤家,那些人啊,谁的销量也没有你,卖的高,我的专辑啊,除了投入的这个,这个制作也好,这个,这个,所有的这些,这些,这些音乐啊,做的都比你好,我卖的还没有,没有你多啊,所以呢,有一部分这个心理是嫉妒心理啊,但是呢,从这个,音乐方面来讲啊,人家对你的点评啊,我,我个人认为啊, 个人认为啊,是比较啊,当时来讲啊,是比较这个,比较这个,真实啊,就是说他的音乐做的确实啊,那个比较稍微粗糙一点啊,并不是非常的精致啊,也没有什么,什么叫精致啊,就难度高啊,不好,不好讲,所以呢,还有一部分解读啊,就是说这个,哎,你们都看错了啊,这个,这个,刀狼这个,并不是啊,这个回来说是限私分的啊,这个,对这些,前面这些, 这几个人啊,就是鸡也好,就是驴也好,这些人啊,来这个讽刺挖国啊,其实呢,就是说唱了,就是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现实问题,现在中国的现状问题啊,罗刹国一东什么,你不说的就是中国吗,啊,说这些事啊,各种解读都有啊,但是对我来讲呢,其实呢,我还更是,更是希望啊,这个刀狼的这首歌呢,并不是啊,回来写私分啊,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,这只能说明啊,你这个人啊,是个小人, 如果你的作品真正的是显,是这个反映了这个中国的,呃,现状啊,是确实唱的是中国的现状那些问题呢,哎,我还对你啊,是高看一等,说你是,哎,这个高,这个歌手啊,有深度